在好萊塢电影阿凡达的带动下 到电影院里戴上眼镜感受胜利其境 根据视觉震撼的3D立体电影 事故不可抵挡的趋势 不过创造了3D风潮的阿凡达导演 詹姆斯·科麦隆最近批评 不少电影便宜行事 为了短期的利益 透过电脑把2D电影转换成3D 刚和NASIA合作推出3D电影 土星之旅的制作公司表示 其实观众很难分辨2D转3D的电影 跟3D拍摄的电影有何差别 2D转3D的 它没有厚度的资讯 它已经拍完就已经扁掉了 可是如果你有3D呢 你本来就有厚度啊 你有体积 所以你就可以拍出比较丰富的东西 电影很快的对 然后你在乎的是它的故事 它到底是从2D转3D的 还是直接就花大钱 很多设备拍3D的 其实你是看不出来 观众会说3D拍摄的景物 几乎可以360度取景 但2D转3D就像是做立体卡片的概念 角色跟背景都会有很多的死角 但一般人很难区分 两者之间制作成本也相差很多 但这类不是真正3D技术拍摄的电影 却比照3D电影的收费 对观众来说实在也很难接受 不会想要付那么多钱吧 毕竟不是3D的 那可能制作成本那些 都没有比3D那么贵 那我觉得说可能 400块真的有点太贵这样 不过也有观众认为 电影好不好看 其实取决于内容 这些声光视觉效果只是加分 所以并不会特别为了3D电影 进电影院 记者陈书军林国皇台北采访报道 或议订阅